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12月14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中国的疫情 看看又有什么新鲜事发生 现在啊,这个北京啊,已经是当之无愧的重灾区啊 有多少人感染了阳性 有多少人无症状自己还不知道 这个恐怕难以统计啊 总之啊,北京的各大医院发烧门诊 都需要排队,排长队 各大药店,你是买不着退烧药啊 这些实际上都不足以说明问题啊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据彭博社报道啊 消息人士称,由于北京新冠病例急增 原计划于本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推迟召开 连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要推迟 这个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呢,要进北京 齐聚一堂啊,要开经济工作会议 删讨2023年这个经济该怎么办 我想这个有可能要推迟一周,甚至两周 这就足以说明北京市的这个疫情啊,非常严重 我看有,外面有传言啊 这个是传言,说北京的死亡人数啊,也比较多 什么殡仪馆,火化都已经推迟到什么什么时候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身边问了一大圈 没有这种情况的,就是说得了新冠死亡的 有难受的,有不难受的,有症状重的,有症状轻的,有时间长的 也有时间短的,很多都痒了,绝大部分都没有去医院 都是自己在家里面,就当做感冒,硬扛过去了 其中还有小孩,还有老人,都是这么扛过去的 所以外界传的说,死了多少人呢,连火化都来不及了 这也恐怕不太真实啊,或者是这些情况我没掌握到 但是凭我的经验啊,我感觉这个不是事实 但是北京市啊,确实有蹊跷的地方 蹊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有很多逻辑啊,很多现象,你解释不通 首先一个,就是这一轮疫情啊,最严重的不是北京啊 最严重的应该是广州和重庆啊 它那个数字比北京高得多啊 但是国家的这个国务院的失调一出来之后 怎么给人感觉北京是先倒下的,一下就成为重灾区 反而你看广州和重庆,相对比北京要轻得多 这个大家也知道啊,北京市可是一直是严防严控啊 北京那个肩肝毛弹窗撒,就是你出了北京,你想回北京回不了 外地人进北京更进不了 北京是一直在严控的,直到实在是控制不住了 国务院出了新事调,他才放开 那为什么他一放开,他怎么就比广州和重庆要严重这么多呢? 他在放开之前那个数字都是最多才5000嘛,一天 那广州和重庆都已经接近一万了 所以从这个表象上看啊,就说不通 按理来说一放开之后,广州和重庆应该是一马单先啊 洋的更多啊 但是现在你看,北京市洋的这个数字有点离奇 而且一洋都是一家,一家一家的全洋了 咱们反推啊,就是根据魏警委以前给的数字 不是百分之九十几的无症状吗? 无症状的人肯定不会跑到医院去吧 你去排那个发烧门诊干啥呢? 所以去医院排门诊的肯定是发烧是有症状的 有症状的只占百分之几啊 那现在就这百分之几就已经把医院打垮了 我看是11号那天,说北京市发烧门诊 一共是2.2万人 那昨天多少不知道啊 我们假设这2.2万人都是新冠阳性 当然也很多季节性感冒的 你算一半吧,一万人是阳性 那如果是百分之九十几的是无症状 然后又是百分之几的是轻症 轻症就是应该是没什么太大感觉嘛 就不需要去医院吧 那如果按百分之一算 有一万人跑到医院就医 那就说明至少有100万人感染了 再加上也很多啊 就是发烧到30多度 他自己吃特效药不去医院的 这也很多啊 所以根据这个推算 可能三四百万感染的是有了 就是北京市可能有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的人 已经感染了 五个人里面有一个 应该这么理解啊 大家看这个图啊 这个不知道谁做的这么一个 全国啊 各个省第一波感染高峰时间预测 他这个预测 北京市就是12月13号是最高峰 就是昨天 那12月13号以后呢 可能是这个平台期 就是说啊 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感染的人数 保持一段时间 可能就要下降了 北京市波峰已经到了 他预测的啊 上海波峰是在1月6号 天津是12月19号 这个北京不愧是首都啊 一马担心 所以现在 最让人理解不透的就是这一点 是不是北京以前压得太狠了 所以啊 他是要报复性反弹 你只能这么理解 要么就是北京以前的数字 是不是做了处理 但是我想啊 这个上海1月6号 到达波峰 我感觉可能比这要早 因为现在全国已经翻开了 各个地方不做核酸 不看健康码 人员在正常流动 现在首都机场啊 这个航班的流量 已经恢复到 就是疫情之前呢 70%到80%了 就是你虽然在大街上看不到人 但是这些商务客人 旅客出差的 依然在忙啊 这些人要工作的 从北京飞往各地的 航班 现在这个客流啊 在逐渐恢复 那随着这些人的 全国各地到处跑 所以我认为这上海啊 这个波峰 可能来的会比这个预测的早 所以上海市也要做准备 不要像北京这样 北京给人感觉是 打了一个无准备之战 北京这样的医疗条件 医疗资源 北京这样的这个 一个生活水平 北京市的药店 估计分布的密度 也是很高的 结果北京市都遭到了挤兑 那你说其他地方 能扛得住吗 所以要早做准备啊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上海啊 因为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已经很多人得过了 那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你查出来都是阳性嘛 有大量的无症状 你是查不到的嘛 实际上他已经感染过了 说不定他已经有抗体了 已经形成了一种叫屏障 所以这一波上海 他那个波峰来的就晚 当然了还有一种说法啊 咱们在网上看到的 各种说法都要聊一聊 就是说啊 北京市疫苗打的最多 而且什么科兴的 打的最多 有一种说法就是 这个科兴疫苗 打的多的 更容易感染 当然我不知道 这数字从哪来的 他是怎么研究得出来的 还是一种叫什么 自己的感觉 那身边养了的 都是打过科兴疫苗的 所以他得出结论呢 打科兴疫苗的 更容易养性 更容易感染 相反 没有打疫苗的 或者打的别的疫苗的 都没有感染 这个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啊 我记得那个张文宏 那个团队啊 好像不也一个结论吗 就是打疫苗的 可能比不打疫苗的 更容易感染 但是北京市 既然已经到了高峰 差不多也就这样了 可能要保持个十来天的 接下来就要恢复正常了 这是一直是咱们的观点 就是为什么恢复正常 就是老百姓啊 疲掉了 大家本来是有点紧张 害怕 有这么半个月一过 身边的人都养了都没事 没抢着药的 也无所谓了 本来还在找各种路子 找各种资源去买药 有人呢 说把自己的那个什么 APP定位在偏远地区 不是定位在北京 定位在那些疫情 还没爆发的地区 然后买当地的药 寄到北京 有很多人这么干了 什么手动都用啊 但是我觉得啊 随着时间的退移 大家就疲惫掉了 那个高度戒备的那个状态啊 就解除掉了 没有药就没有药了 无所谓 平常感冒你是怎么度过的 就这么度过 所以说过上十来天啊 所谓的医疗挤兑 可能就好得多 那主要是老百姓适应了 还有人说啊 得了第一次 还会得第二次 叫重痒吗 其实重痒 比得第一次要好得多啊 因为第一次你害怕 得第二次你就无所谓了 跟感冒是一样的 很多人感冒是反复得 一年他得好几次 你只有得第一次 你才紧张啊 我也看了很多这个网友写的 他是得第二次 得了两次症状还不一样 习惯了就好了 那毕竟要吃饭呢 毕竟要工作啊 所以说北京市啊 应该有个一周 顶多十天啊 就恢复正常了 大街上就有人了 该上班上班了 该赚钱赚钱 那现在咱们聊聊 这个医疗挤兑的事啊 这个医疗挤兑啊 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但是政府的原因因素啊 更多 一旦发生挤兑 你不能怪老百姓 怪老百姓没有用 只能怪政府 政府没组织好 宣传没有做到位 准备工作没有做到位 事后补短板 也没有补到位 所以造成挤兑 我们看啊 北京市啊 目前这个就医男 买药男 这个党中央国务院 都已经知道了 孙春兰 当务至极 是支持北京保障好 群众的就医用药 你看天子脚下呀 还是有点好处啊 就是意有困难 国务院就已经知道了 新华社 北京12月13日店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13日到北京市调研 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转达习近平总书记 对首都人民的关心问候 看望慰问 奋战在抗疫一线的 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者 考察北京超洋医院 首都儿科研究所 清华大学附属垂安柳医院 连锁药房 建国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实地了解发热门诊设置 就诊转诊流程 分诊医疗运行等等 把工作重心从防控感染 转到医疗救治上来 工作目标是保健康防重症 你看现在这个防疫的重点已经变了 叫保健康防重症 确保防控措施 调整转断 平稳有序 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当前北京市新增感染者 出快速增长期 但绝大多数为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 目前住院重症 微重症患者50例 多有基础性疾病 孙春兰强调 党中央国务院对北京疫情防控高度重视 当务至极是支持北京保障好群众的就医用药 北京市要细化投放 发挥限上限下市场作用 保障终端配送效率 提高可及性 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在下大力气解决群众就医 运药问题 我们有举国体制的优势 一定能平稳度过疫情高峰 总之啊 这个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就在东三环那一带 川阳区吧 你二言锁嘛 就在监管门附近 出阳流 那就在东三环 川阳医院 这些地方可能是中灾区啊 来视察 举国体制的优势 一定能平稳度过疫情高峰 这个举国体制啊 有优点啊 也有缺点 优点咱就不能多说了 集全国之力啊 去攻坚磕难 某一件事情 它肯定有优点 但是缺点是什么呢 缺点是僵化 它很难启动 它非得从上而下的去灌输 就是说啊 非得让上面的人一点错误都不能放 它不是那种自发的 靠市场自己组织起来 靠市场自己组织起来 它就跟上面没有关系 你上面不插手最好的 有市场自己解决 自己配置 那举国体制好了 对吧 那就是一好百好 如果举国体制走歪了 还没有办法纠正 你比如说这次 北京市的疫情防控 我认为这个举国体制啊 就没有发挥作用 你放开之前 那是不是就应该预料到 会医疗挤兑 这个不难呢 因为就咱们这样的自媒体 都知道 疫情一放开 对吧 要做很多工作啊 咱们老粉丝知道 咱们一直在呼吁 要先做好宣传 要让老百姓不要害怕 不要一发烧 就跑到医院去 自己扛 那就是个感冒嘛 但是要宣传做到 就不到医院去 他也不会去买什么那么多药 这样把挤兑啊 降到最低 第二个呢 你要加大投入啊 各个地方要建临时方餐啊 因为中国人跟外国人不一样的 中国人一生病 他就需要有医生 为什么那么多人 喜欢跑到这个医院去 抢一张病床啊 他认为在医院安全呢 出了啥事都有人管他呀 就把自己交给医生了 这就是一种心理状态啊 你不能一味的说 要求老百姓改变 他改不了 那你只能顺应呢 顺应怎么办呢 那就是建方餐 就是临时方餐 就专门解决这些发烧的 那你自己不想在家待着 那你到医院去 医院不设发烧门诊 统统的把你们送到方餐去 搞一些医生在那儿 然后就退烧药啊 各种药 敞开供应 你就吃吧 本来就是这么治啊 没什么新鲜的 很多人在方餐一住个一天 估计觉得没意思 就回家了 自己在家隔离去了 然后这些医疗资源的组织 我想这个国务院 对吧 政府不可能想不到的 那为啥不去做呢 因为一切都要等着一个人发号施令 但是举国体制就是这样的嘛 他不是自发的 那发号施令的人 没时间 或者没想到这个 或者有更忙的事情 那这个不就耽误了吗 但是啊 这个索性啊 这个奥密克戎啊 重症率比较低 你看孙政兰说了 北京市一共只有50个未重症 而且还都有基础病 所以啊 就是医疗挤兑 也出不了什么大事 但是对那些其他的病的人呢 病患呢 比如说心脏病的 脑血管病的 或者癌症的 这些人 他们没有办法正常就医 还有什么做透析的 肾衰竭的这些病人 他们的资源 被这个奥密克戎阳性患者给挤兑了 所以这个举国体制啊 一旦反应过来 那么就亡羊补牢 实际上就看你想不想管 你只要想管呢 这个事情是可以管的 你比如买药吧 咱们在网上看啊 很多人晒出来那个药 朋友圈里晒的 自己也不觉得寒碜 这些人素质是最低的 就是他抢了那么的感冒药 腿绕药 各种药 然后自己还拍着照片 朋友圈里面发炫药 既是这种人 还有很多人 整箱整箱的买那个什么 莲花青纹胶囊 实际上这就产生了挤兑嘛 没有必要嘛 你说你家里有小孩 有老人买个几盒 这是可以的 实际上很多人在囤药 囤积居齐啊 对付这种囤药的 实际上很好办 就两个办法嘛 一个是市场手段 市场手段就是加大供应 就玩命的生产 中国不是制造大国吗 供应链齐全 你怎么体现自己是制造大国啊 短短的三五天之内 这个所有的药 就给你全部供应上 这才叫制造大国 全世界采购原料 你这不是供应链吗 然后加班加点生产 让这种囤积居齐的这种行为啊 你对付它最好的办法 就是敞开供应 你买多少有多少 这是一种办法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控制 其实这个控制也有道理 而且有这种手段去做啊 因为现在都是大数据啊 就像核酸检测 还有什么健康码是一样的 因为现在健康码 你并没有取消啊 健康码还有啊 你每个人每个月 只能买两盒或者多少盒 退烧药 每一种退烧药 你可以买两盒 给你规定了 你到药店买药 你得扫码 在小程序上面改一下 很容易实现的 每个人凭自己的健康码 一个月只能买两盒退烧药 这一下就把这种同货的 这种抢购的 就可以控制住了 那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这里面就有利益啊 就像核酸检测一样 都是利益 你只有乱 很多人才能从里面挣着钱呢 你一切都那么透明 谁能挣着钱呢 没人挣着钱乱终取胜呢 所以说啊 还是政府管不管的问题 政府想管肯定能管好 也能管得了 因为说来说去啊 这个新冠肺炎到这一步 它就是个比普通感冒 还要轻的东西 出现这些情况 纯粹是老百姓紧张 不了解啊 产生的挤兑 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啊 老百姓对政府的这个医疗资源 对政府的这个组织能力 还是不信任 因为他担心我一旦中招了 我一旦中症 我可能住不进医院 我到这药也买不着 所以我现在囤不就是这个逻辑吗 他还是一种不信任 如果他对政府信任 觉得肯定能住进去 肯定有一站病床 那他就不会这么紧张 所以这些啊 都是以前的宣传 出了偏差 导致现在被反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看看啊这个图片 这是深圳卫健委的一个公众号吧 发的一个大家看一下 这个深圳市卫健委啊 说实话你不服他不行 这三年的疫情防空啊 深圳市也是有板有眼的 所谓的有板有眼啊 就是说他也没搞出什么大乱子出来 他也清零 你想批评他 那他跟其他的地方一比 好歹还强一点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你把他跟别的城市一对比 发现深圳做的还行 你看他这个说的啊 把黄桃罐头跟某中尘药进行对比 当然了这个好像互联网都有啊 但是你深圳卫健委 把它发出来 那个性质不一样了 你看这个某中尘药 不就是莲花青纹胶囊吗 都这么明显呢 他做了个对比啊 你从这个对比看 这个某中尘药 就是莲花青纹胶囊 叫一无是处 唯一的一个显著的作用 就是省山干肾 你看好吃吗 黄桃罐头好吃 黄桃罐头补充水分 黄桃罐头补充电解质 黄桃罐头补充能量 黄桃罐头愉悦心情 关于治愈新罐 黄桃罐头和某中尘药 一样的都是无效的 然后黄桃罐头 它还不省山干肾 某中尘药 它是省山干肾 这个人家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这个某中尘药啊 它就是一个治伤税 你喜欢你就买 你不怕省山这个干肾 你就多吃 这是自找的 这个深圳市卫健委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你狂吃这个莲花青纹胶囊 你不如狂吃那个黄桃罐头 虽然都是治不了这个新罐 但是好歹黄桃罐的 还是有些好处的 说到这个囤积药材啊 囤积这种药 这个咋嘛 可是过来人呢 2003年北京非典也是一样的 那个时候北京也是重灾区 跟现在的北京是一样的 大家人没人 我记得我是从东四华呢 大概就是北宫大那个地方 双龙 不知道为啥要去这个北大 正好走东四华 北四华 好像到中关森下车吧 我都不记得那占名了 当时跟现在是一样的 大家都去抢购口罩 那个时候抗击非典的明星 不是莲花青纹胶囊 那个时候莲花青纹胶囊 还没研发成功呢 那个时候是叫板栏羹 所有的药店板栏羹 全部断货 后来到什么程度啊 有人说这个醋 能够抗击非典 大家把醋买断货了 后来又传言 说盐可以抗击非典 盐里含有点呢 然后你这是非典 总之啊 有人传言 这个盐 加了点的盐 可以抗击非典 好大家又去抢盐 把盐给抢光了 那我呢 口罩口罩没有 板栏羹也没抢着 然后呢 盐我也不愿意去抢 我有个朋友 他抢了很多盐 后来四五年都没吃完 那个时候我坐公交车去北大 车上一共三个人 一个司机 一个受标员 我是乘客 然后司机和受标员 两个人都戴着口罩 我还没口罩 我只能这么删车 然后我们三个人 大盐邓小盐 那受标员问我到哪里 我说到中关村 应该有那么一站吧 好这个公交车啊 在四环上面 这四环上本来就没车 然后那个公交车 就一路不停 因为他到了一站 他远远的看见 那个公交站就没人了 他都不靠过去 直接就走了 然后就这么一路狂奔 到中关村 公交车站没人 公交车站也没人 跟现在的北京大街上差不多 每一次疫情啊 总有那么一两款中药 变成明星 然后遭到风抢 这个将近二十年过去了 这个抢药的 肯定不是那一拨人的 换了一拨了 那为什么这种风气可以传承下来呢 我想啊 再过二十年 如果再发生这样的疫情 估计大家还要抢某一种中药 这个莲花青纹江南啊 当年就是为了抗击肺点研发的 结果等他上市的时候 肺点已经清零了 真的没有了 所以他没赶上 结果呢 新冠疫情他赶上了 抗击肺点的神药 摇身一变 变成抗击新冠的神药 不过这个啊 老百姓愿意交致上税 那就让他交吧 你拦着他 你没用啊 同样是中药 板栏根遭到了抛弃 受到了冷落 大家风抢莲花青纹江南 没有一点进步 好 这期节目啊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